各位请翻开 第179页 好 各位第179页 请看倒数第二访 翻出一耳 虽有善华 皆是如来正华之矣 何以故 如来世尊入涅槃后 道戒如来 一宜善华 若戒定慧 如比诸贼 竭量勤留 好 各位我们上个礼拜 是谈到说 说后来的众生 他说常热我尽 跟佛所讲的常热我尽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后来的众生也会讲常热我尽 不但是凡夫或是犯天 他们也会讲常热我尽 为什么呢 在上节跟我们谈到 说这就叫做外道道法 外道来道佛法 佛说常热我尽 然后外道呢 也就学着说 常热我尽 各位就像什么 就像呢 就像 就像鹦鹉学人说话 你跟鹦鹉讲谢谢 聪明的鹦鹉听几遍 他也会讲谢谢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他并不知道真正的意思 那各位 那这个问题 当然是很严重 从以前到现在 都很严重 尤其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末法的众生 这个邪知邪见 或是呢 对 或是一些的外道 所以呢 会让佛法一直失真 一直变直 甚至呢 甚至 甚至呢 这个白衣越来越兴盛 白衣就是在家人 白衣说话 就越来越兴盛 各位并不是白衣不能说话 曾经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说白衣为何不可以说话呢 各位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说法 说法并不是出家人的权利 并不是出家人才可以说法 对 所以你首先要认为 你要首先要明白说法的定义 各位说法 什么叫说法 是哪一本佛经 然后讲这一本佛经 叫做说法吗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论语 讲论语就不算说法吗 算还是不算 对 难道一定要讲佛经 才叫做说法吗 诸位说法的定义是什么 你定义一下 这个成绩 这个成绩 定义一下 哦 可以什么叫说法 对 离别人 就是说法 你们会反对吗 会还是不会 只要离别人的话 就是说法 对还是不对 不然什么叫做说法 那所以各位 那父母 那父母不可以跟子女说法吗 当然可以啊 兄长也可以跟地面说法 长辈也可以跟晚辈说法 所以老师也可以跟学生说法 所以法师也可以跟信徒或弟子说法 各位 只要你讲的是为别人好 那就是说法 各位谁也不能说法呢 对 那只是说什么 只是说 只是说真正的意思是说 啊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对 当白衣说法越兴盛的时候 佛法就越灭亡呢 那就代表说白衣说法 说得比呢 在家人什么 在家人说法 说得比出家人好嘛 对不对 各位 这是不是代表 代表说出家人没落 就是身团什么 越来越差 越弱 对不对 各位这是第一个原因 所以这代表说末法 末法的象征 就是出家人不长进 然后白衣 对 白衣 对不对 越来越会说法 然后出家人越来越不会说法 好 那由于呢 对 这样 各位你要知道 这样时间一久了 白衣说法会不会越来越贡高我慢 会还是不会 然后会不会越来越瞧不起出家人 会不会 所以他们说佛法 自己会不知不觉 毁谤三宝 会还是不会 会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白衣 你说师父 对不对 我不会 我说法 我一定不会供高我慢 各位你认为 你 你现在是说法 你 有一天你会说法的 你不会供高我慢的同学 请你举手 各位你要看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悟达国师 悟达国师是十四的高僧 十四的高僧 对不对 他最后还会供高什么 我慢 所以才堕落的 那诸位 你现在 你现在没有成就 你当然不会供高我慢 当有一天 你有所成就 有没有 各位 你会不知不觉 供高我慢 你都不知道 如果尤其是 你的听众越多 信仰你的人越多 追随你的人越多 你就不知不觉 越供高我慢 会还是不会 各位实际上你 你也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握 对不对 各位 你没有把握 所以各位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 各位 第一点就是 第一点就是佛法的衰败 第二点呢 就是呢 对 就是白衣 在家人 越来越不重视 三宝 亲事三宝 再来第三点是什么 再来第三点是 对 因为白衣 有的白衣 并没有受戒力的归换 所以他们的深口意 有时候不如法 会造成别人 毁谤什么 佛法 是有这几个意思 对 所以这样 这样加起来 所以 所以大家 不要误会 各位不是不可以说法 而是说 有法师在的时候 就让法师说 对不对 有法师在 法师红法 你们就什么 互法 当法师不在 等于需要你说法 你就应该什么 你就应该说法 只是你在说法当中 你要注意 你到底呢 有没有 对不对 有没有一夜 那一个法度 那一个理解 你有没有 共高 我慢 然后你 你自己的 平常的深口意 对 到底有没有 符合戒力 是这个意思的 这样 大家才不会误会 不然有很多的概念 大家都会产生 某方面的 的一个误会 所以说 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就好像说 那个体肤 已经 那个体肤 为了提炼 那个体肤 所以在牛奶当中 加水 所以佛法 越来越失真 然后失真的 说不定 很厉害 然后越来越偏差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各位 那 那我们很多 很多人 不断的在创造 很多人不断的 在创造自己的问题 这个 有人曾经上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师傅我听 那个嫩原金 是伪金 然后他问我说 嫩原金 是不是伪金 是不是伪造的 我说 嫩原金 是不是伪金 要问释迦摩尼佛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 这一本金 能够让你开悟 伪金又何妨 各位 对不对 各位 举个例子给你听 各位举个例子 给你听 一本叫做金刚经 一本叫做 一念之间 一般学否的人 要注印金刚经 还是一念之间 当然注印金刚经 为什么 第一注印金刚经 有功德 对不对 注印一念之间 哪有什么功德 纵使有功德 纵使有功德 也是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再来第二 金刚经是佛法 一念之间又不是佛法 那各位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金刚经可以读 难道一念之间 不可以读吗 可不可以读 对 只要你受用的 他 他是不是佛法 只要你能够受用的 你心目中认为 他不是佛法 但是你能够受用的 这才是实在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说你们学否的人 不要增加自己的困扰 一天到晚在探讨 那个问题说 对 说那年经是伪金 那我问你 有人说大臣不是佛说的 那我看你都不要读了 对不对 大臣经典你都不要读了 所以各位 你这样 你这样在学习 你被这些概念 障碍的什么 让你动弹不得 你学也不是 不学也不是 然后一天到晚 道听徒说 一天到晚 听别人跟你讲 那种逝世而非的概念 那之位 那你这样怎么懂 懂修行呢 所以各位 所以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一些的之间 很乱 各位相当的乱 所以我才常常奉献各位 你要以经典为师 以经典为师 就是以法为师 对 那你不要 听人家怎么讲 怎么说 你经典多看 有没有 你自然游手什么 一句 各位 那你就一定不会偏差 但是之外 你可能又会反问我一个问题 那万一自己读经典 解读错误了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啊 是不是你说以经典为师 那我自己看经典 我让你解读错误了呢 那应该怎么办 主委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方法 你读对读错 对 按照这个方法 你就会知道 各位 只要你解读的 对 他一定有个轨道 只要你解读的是在这个轨道 换围里面 那是对的 只要离开这个轨道 你的解读 当然是错的 对 也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个证件 他一定没有离开这样的证件 对 那你会说 那我知道我知道 他这个证件呢 要么就是一记三法印 要么就一记延起信空 那诸位 这个是对学佛的人讲的 各位没有学佛的人 你跟他讲说 一记三法印 跟延起信空 他敢听悟 听悟啊听悟 他当然听不懂 他当然听不懂 你讲那个依据是什么 那这位你应该讲一个 你自己也听得懂 别人也听得懂 有学的听懂 没有学也听得懂 你应该讲这样的依据 各位那样的依据是什么呢 你读完经典之后 各位你读完经典之后 对 从此之后 你会利益自己 利益别人 对 利益一切万路 不要伤害自己 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伤害一切万路 你符合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一个呢 准则 你理解了经典就不会错 这样有学没有学都听得懂 对不对 各位 所以代表说 你听得懂 你一定是越来越快乐 你自己读经典 你懂了 对 然后对 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 对 你 增加了 但是你的挂爱 你的怀恼 你的贪生痴 减少了 这样学 这样理解经典 就不会偏差 不会说偏差到那里 各位不会 那你要 你要移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知道说 才能够知道说 现在所讲这个法 他到底呢 是原知的 还是 已经被 加水 加料 你一听 你就会懂 你就会懂说 他讲的 如不如滑 各位一听 就会知道 那你看 这是上节课 我们所讲的 那我们看 这一节课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看 这里讲说 凡夫一耳 虽有善法 皆是如来 正法之语 各位 我们现在 后代的凡夫 现在所学的佛法 叫做 正法之语 各位 我们现在所学的佛法 也是加水的 你知道吗 你就是说 当加水的东西 对 一直流下来 但是你又不知道 什么是原知的 你就会 人云 对 云云 你就会 道听途说 好 所以 你现在所学的佛法 有没有善法 有 对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 最究竟法 不一定知道 对不对 各位 不一定知道 好 所以 所以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 南传 北传之争呢 好 各位 假设 有这 有这些的 好 争辩 那当然了 对 争者 必不了解 如果 如果你了解 你就不需要 这样去争 什么是究竟 什么是不究竟 什么是原知的 什么是加水的 你就可以了解 各位 你就可以去了解 所以 所以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不是说这个人 对 嘴巴讲几句佛说 他就是讲佛法 不是这个人嘴巴讲几句子约 对 他讲的 对不对 就是对不对 如法 不是这个样子 对 你要听清楚 对 他 他从头自尾 他到底在讲什么 好 所以我们很容易 对 被别人 用几种概念 或几种方式 然后呢 就把他 对 混为一谈 认为说 他是在谈 什么理论 什么学说 我们就会常常是这个样子 好 那诸位 那这样就可惜 好 何以故 如来世尊 入涅槃后 窃到如来 亦以善华 好 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现在 我们现在所学的凡夫 对 所学到的都是如来 正华的一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佛 这种佛灭度之后 佛涅槃之后 后来的佛法呢 对不对 就越来越失真的 就如同呢 对不对 不明白真实意 不明白 常热我尽 的人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讲出这样的法 各位 他不能讲出这样的法 他当然就讲 其他的次等的法 各位众生 不能明白 常热我尽 对 所以为众生 讲其他的法 对 但是对我们讲 其他的法 并不是说 他讲不好 或是他讲错 而是讲得不究竟 而是不能够 依照原貌所产现 那 那切什么法呢 对 他们也说戒定会 有没有 因为 佛 佛教 修行的 修行的主要就是 勤修戒定会嘛 所以佛说戒定会 他们也讲 戒 定 但是他们在讲戒定会当中 有没有 这里面都是什么 各位 像有 像 像有 有的戒 有的人是 东改西改 各位还是有这样的人 还是有 还是有某些的团体 有没有 他们 他们现在所制定的 有时候跟佛制定的戒 不太什么 不太一样 各位 我们都知道 基督教有十戒 对不对 那当然 当然 我相信不是只有佛法这样 其他宗教也应该会什么 也应该一样 对不对 说不定 说不定 现在已经 变成八戒 七戒都有可能 对 或是说变成增加十二戒 十四戒 也都有可能 那佛所说的定 对不对 那并不是 并不是 对不对 出入的定 而是自信本定的定 对 但是现在 很多人教定 他所教的是出入定 又不是嫩言大定 又不是自信大定 他讲的不是本来的定 现在别人所讲的 的这个会 这个会 他不能够真正去缠到 真正的波尔智慧 对不对 这里面的会 不能够像大菩萨的智慧 一般都只是 对不对 大不了二成人的智慧 所以不能够真正去明摆 如来真实意 所以 所以 这些声闻言解 不能够测佛制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不明白佛 不明白佛制 你岂能测佛制 那不能够明白佛制 对不对 你岂能去修行 去证悟呢 所以呢 如比诸贼 节列 勤留 各位 这个 这个勤留 就是佛法 好 诸贼就是外道 就像外道 对不对 啊 节的 节的佛法一样 接下来这整段呢 大家画起来 诸凡夫人 虽父得是 界定 智慧 无有方便 不能解说 以示意故 不能获得 常界 常定 常会 解脱 全部画起来 好 各位 后面的人 他盗用佛法 说 界定会 所以呢 各位 所以他告诉我们 界定会 所以我们也 我们也学 界定会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 各位可惜的是什么 可惜的就是这一点 无有方便 不能解说 诸位 没有方便 智慧 不能够真正的 的 把他这里 解释的 透彻 什么叫做界定会 各位 各位你没有大策 大物 你岂有方便 方便 波罗蜜 各位你没有 证悟到 常热 我尽 你不明白 第一地 你不明白 究竟 你不明白 了意 你何能 以你的 以你的方便 智慧 来为大众 然后 初善 中善 后善 这样的演说呢 何能呢 对 所以 所以会说的人 也很多 所以会说的人 也很多 像我那天跟高雄班的同学讲 我说假设六祖谈经讲完之后 我们就不再上了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学佛法 你们高雄有很多大法师啊 对不对 高雄有很多大法师 你真想学 你自然你就去听啊 你自己想学 你就你就就进去听就好 那各位 那你想想看哦 我们自己哦 我们各位 比如说啦 比如说我们自己 自己 在讲 或说你讲给别人听 你观察一下 有的道理 你好像能讲 但是你有没有方便智慧 有还是没有 并没有 你并没有什么方便智慧 你并没有那个能力 那你没有那个方便智慧解说 你常常哦 你常常哦 不是不是表达不清楚 就是让别人误解 不然啊 就是说错 那各位那 那我们最 我们最容易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假设你没有说错 好 假设你没有让别人误解 但是问题 你不见得说的圆满 对不对 好 各位 如果不相信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来 春晨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把它说圆满一点 好 在家出家 都可以误到 对不对 那又何必要出家 圆满的回答我 算是你有听我的课 算你是有听过我课 所以还能够讲出某些概念 各位简单这么讲 对不对 在家出家 都能够误到 这是礼上说 有没有 礼上是这样 对不对 对 然后事项是有不同的 对 事项就有分在家跟什么 跟出家 这叫做向上说 好 那向上说 对不对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 发愿的愿力不同 所以有人发愿出家 有人发愿在家 是这个意思的 各位 所以你为人家讲东西 一定要理事圆融 不过你分析任何事情 你都应该这样分析 你才会圆满 不过你常常会用 捏包 你常常在某些方面 你都讲不圆融 你讲不清楚 你不知道怎么样讲 才是什么 才是 才是清楚的 各位 你知道怎么讲 才是清楚的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 所以一样的道理 对 假设 这些诸凡夫人 他虽然 都得听闻到界定会 但是 各位 不但听的人 他不明白 连讲给他的人 他自己都什么 他自己都不明白 因为他不明白 如来的正法 所以他当然 没有方便之会 为大众解说 他纵使能解说 也不能圆满 他纵使能解说 也是肤浅的 不能够 不能够深入去探讨 不能够 因众生的根气 因才是教 没有办法 这些就是因为 他没有方便的智慧 所以他真的 没有办法解说 那各位 那之后 你们有没有察觉到 我们自己 各位我们自己 脑袋都有一个模式 各位你的思想 如果认为这个样子的 你差不多 你就回不过来 各位你们有没有察觉到 你们自己的脑袋 有还是没有 各位我们为什么会常常变直 我们为什么会各执一端 各位各执一端就是不圆满 对还是不对 你为什么只看到左边 没看到右边 你为什么只看到左右 没有看到上下 你为什么看到 看到那些四方 但是你没有看到四角 你为什么看到八面玲珑 却没有看到内在 你为什么没看到 但是诸位 但是我们的脑袋 抓一个概念 抓一个角度 然后 然后永远就抓那个角度 不放 诸位 学佛的决心 是在哪 我可以贯穿我自己 贯穿我自己一切的障碍 学佛你没有能力贯穿你的障碍 你学起来 是不能得力的 这个 那当然 当然 那个障碍最深的 莫过于就是我 因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 那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谈这个问题 在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有一个教授 他二十岁的时候 然后父亲就往生 然后在这个上礼当中 那位教授 就看到 在那个上礼当中 有一位蒙古的僧人 那位蒙古的僧人 叫做 姬夏王高 蒙古人 蒙古人的名字 大概都是 类似这样的名字 姬夏王高 但是那个教授 一直看那个出家人 他看到他 他看到他的时候 他讲不出一句话 他为什么讲不出一句话 因为他在 那位 那位出家人的身上 他找不到 一个 我 为什么叫做 找不到一个我呢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比如说 Sanny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很清楚 看到萧古圣 我的概念 可不可以 可以 对不对 那 宝人 你可不可以很清楚 看到Sanny 有我的概念 可不可以很清楚 可以对不对 各位 我们在座 每个同学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都有 我的概念 你看得到 对还是不对 各位 什么叫看得到 对吧 我看到你的个性 我看到你的习气 我看到你讲话的模式 我看到你自己行为的模式 我看到你的执着 我看到你的我见 我看到你的我慢 我看到你的我爱 我看到 各位 你们现在体会到了吗 无我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无我的意思 你看到 想到买了 人看你 要找一个我字 都没有 你能体悟到吗 别人看到你 他 他看不到一个我字 所以我现在在讲 看到一个我字 大家能不能很清楚 可不可以很清楚 看到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我 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都看得到 可不可以看到 可以 那那个教授 看这位门谷的僧人 他看不到一个我字 所以他相当的感动 所以他面对那 那位僧人 他讲不出话来 因为他不知道 要跟他讲什么 因为他在他身上 完全是无我的状态 诸位 那位教授 没有学佛 你知道吗 但他却会 但他却可以讲出 这样的话 那就代表说 那位出家人修行什么 那个意境多高 当然最后 对 那个教授就会好奇 想要去了解那位出家人 意思是说 他是怎么修行的 今天才能够 对不起 修到这个样子 那位出家人 就讲出他亲身的故事 那位出家人 就这么说 他说他从小就出家 从小就出家 但是有一次 对 得到了伤寒 然后联系发烧十天 然后处在那对 昏迷的状态 所以啊 那个试验里面 试验里面的出家人 对 你就没办法救他了 意思就是说什么 啊 对 那就差不多等死吧 也就是试验里面的出家人 就放弃了那位杀咪 这样你了解吗 放弃了那位杀咪 因为救了十天 也救不火了 就放弃了那位杀咪 但是这个消息 要不要跟他母亲讲 要 对 所以试验就跟他的母亲讲 你说试验的 试验的僧人 放弃了那位杀咪 你觉得他的母亲 会放弃他吗 会还是不会 不会 这个时候 你的 这个时候 母亲 的悲心 就胜过谁 就胜过 胜过出家人 这样对不对 各位你看 但是因为他 他分泌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又没有什么插管治疗 有没有 所以一些痰 有没有 对 都卡在喉咙 甚至肺部 所以他母亲 对 对 就用 就亲口 吸出他的毯 联系 吸了三天 联系吸了三天 吸了三天的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 就是把那个杀咪 救醒了 他的母亲 就因伤寒而死了 他母亲的死 救醒了他 接下来重点 注意听 接下来重点 是在这里 当他醒来的那一刹那 各位 当他醒来的那一刹那 清光 你会做什么动作 你母亲 因为救你而死 你醒来的那一刹那 你第一个念头 会想什么 对 你第一个念头 会想 想到什么 你甘是人 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 第一个念头 会不会难过 会还是不会 纵使不会难过 也应该会生起 多么感激他母亲的心 对不对 各位 照理讲 是不是应该生起这两个念头 照理讲 应该最容易生的 应该是相当的难过 对不对 应该是相当的难过 这应该是最强烈的念头 这是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等到哭过伤心丸的时候 才会由衷 从内在去 去 去觉得母亲的什么 伟大 对不对 但他 但他都没有生起这两个念头 你知道他生起什么念头吗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很渴 我很渴 我想要喝水 他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喝水 后来他 他感觉到 他很惭愧 天啊 对不对 最爱我的母亲 对 日以继夜 对 用他的生命救活我 我第一个念头 竟然这么自私自利的 只顾到我自己 我 我要喝水 所以他 他被他的什么 他被他的内疚 他被他内疚的心 从此之后 就破除他私心 私心就是自私 自私就是我 因为他的内疚 破除了他的自私 破除了他的我之 他要感谢他的母亲 主位 这个转折很大 第一个 第一个 怎么这么不孝 第二个念头 他的自责 让他当下 有没有 破除 主位 我们每个没有开悟之前 我们每个人是 是绝对的自私 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 不论你身边的人 对你多好 你想的念头 一定还是你自己 没有一个人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从这个故事 对 也让我很感动 对 让我感动的是说什么 对 人类的自私 就是一种束缚 人类的自私 对 就是一种痛苦 然后人类的自私 就是魔鬼 人类的自私 会让你压得 喘不过气来 对 那自私的来源 对 就是 就是我之 我之的来源 就是无名 无知 因无知 而执着我 因执着我 而自私 因自私 而是伤害了别人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我们到底 有没有去察觉 那各位 好 假设你的觉性 没有这么强 各位 觉性强的 就是从自私 破了 他全部破 觉性弱的 就是你可以察觉到 你的偏见 你的观念 还有你自己 很执着的那一点 你也可以一点 一点破 你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解脱我们自己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解脱自己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解脱自己 对 我们完全一定会被自己的私心蒙蔽 所以各位 所以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看的时候 对 大家 要去察觉自己 你今天不能够方便说法 就是代表你一定 对不对 你一定有所拿好障碍 所以你不能够圆容圆满 你能够察觉到吗 谢谢大家